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畜生道的特点它就是鱼吃 我们有些人家里有养宠物 所以当这宠物不听你的话 然后在那里捣乱的时候 你就会骂它 说你这个笨狗 你这个笨猫 怎么都听不懂 不要骂它 因为笨是它的天性 它如果不笨的话 它就不会出生道去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来看 如果这只狗 你跟它讲话的时候 它都听得懂 然后很顺你的心 你想要怎么样的话 它就是很窝心 你就知道说 这一只宠物 它未来世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受伸为人 因为它跟人 人的这个伦理 智慧等等 它已经相弃了 那如果是轨道 是千令业的 就是拔一毛 以利天下 不为 这样子的守财奴 它就是 未来世的时候 会到鬼道去 有造了极大的恶业 就会到第一道 然后这个人 或是这个友情 他脾气会想爆裂 爱斗争的话 就会到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 它是遍布其他的武道的 比如说 在人道里面 你看到有些人 他就是脾气很不好 很喜欢跟人家斗争 那就是人道里面的阿修罗道 动物道也是一样 也是有很多的动物 它是很凶的 那就是阿修罗道 刚刚讲到了六道轮回 它主要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呢 主要决定的因素是福德 也就是说 它未来世 要到哪一道去的话呢 主要因素是福德 刚刚我们讲说 有很多的所造业 所造业那一堆的东西 你用一个指标的话 这个指标就是福德 福德包括什么东西呢 包括智慧 比如三轮起空的布施 我们刚刚讲到了 出生道就是智慧不够 所以智慧是福德里面的一个 重要因素 个性也是里面的一个 阿修罗道 它的个性就是不好 还有福报 世间的福报 以及所造的善恶业 有没有修禅定 有没有佛法上面的修正 零零种种的这些东西 累积起来的话呢 就是福德 由这个福德来决定 这个有情众生 要到哪一道去 就好像 在大写的入学申请里面 你要先 能够申请的话 先要在 学科的能力测验里面 你要去考一个成绩出来 然后这个成绩就是 学测的成绩呢 就变成是一个 入学申请的一个标准 这个学科 它比如说 它是六百分 六百分它怎么来的 它就是国文 英文什么等等的 全部通通加起来了 以后得到总分 一样的 每一颗每一颗 全部加起来以后 得到这个总分 这个总分呢 就决定了六道轮回的 主要的因素 所以延续刚刚的说法 所以六道轮回 它怎么样子被昏花到 哪一道去呢 它的原则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福德的分数 这是最主要的 再过来呢 就是填志愿 填了志愿 然后分数够的话 就到那一道去 这是主要的 富华原则 之一 那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 众业先报 就是比较严重的业果报 它会先受报的 这个在显阳圣教论里面 它有讲到 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内 内容 最先众业报首 就是说它总共呢 其实是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最先 再过来 然后再过来第三个阶段 然后最后的阶段是什么 所以总共有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的果报呢 最先报的是最严重的业 最严重的业 就是这个业呢 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好 或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这样子的业的话 它会优先报 那再过来第二个呢 是最近做的先报 这个是时间的远近 最近做的先报 再过来第三个呢 是常常在做的会先报 第三个 第三个顺序是常常做的 会报 会收报 最后一个呢 才是后先作则 这个意思就是说 最早做的 很久很久以前做过的 那个是最后 第四个才会收报的 这一个 这一句的内容里面 其实它隐含了另外一个意思 那个意思是什么 祸福不可以相抵 就是说你造了一个 很不好的恶业 然后又造了一个 很好很好的福业 你不可以说 这两个抵消了 我全部通通不收报 比如说我造了一个 一百分的福业 然后造了一个 负八十分的恶业 那我不可以说 我舍受了以后 这样子两个 八十减 一百减掉八十 剩下二十 所以我只享受 小小的二十分的福报 然后呢 我把八十分的恶报 就不用了 不行 不行 这个就是因果法则 它的一个规律 任何的事情 只要你做下去 一定有它的果报在 不可以祸福相抵的 这是它隐含的意欲 好 接着我们来说明一下 神的种类 有天道的神 第四 一皇大帝 四大天皇 马祖等 这个都是天道的神 鬼道的神 福德正神 土地公 城隍也 等等 好 在下一页 世俗 民间的习俗里面 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就是 往生者 他的灵魂 他的宿命最长是 七七四十九天 这个灵魂 民间习俗 所有的灵魂 在我们经典里面称为 中阴身 或是中阳身 或是中阳身 那这样子的由来呢 这样子的传说的由来呢 其实它是在佛经里面的 在中阴经的卷上 提到 中阴众生 寿命七日 那在下一个 在 在弥勒菩萨的 一切师弟论里面呢 他讲得更清楚 他说 又此 中阳 这个中阳 就是中阴身 若未得 身严 即七日 住 就是他在 没有得到 再往生到 下一世去的 那个 阳 那个住严 那个因缘的话呢 他最长最长呢 就是住七日 所以中阴身 寿命七日 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有得生严 即不决定 如果 在这七日当中 有得到往生 在受生下一次的 这个因缘的话呢 他就不决定 哪一天 有那个因缘 比如说 第三天的时候 那个因缘出来了 他第三天就过去了 他不会 要等到 即不决定的意思 就是说 看那个因缘 什么时候出现 他就那一天就去了 不会等到 七天 那再过来 就是说 若即七日 未得生严 如果七天 都没有得到 这个生 受生的因缘的话 他就死 复生 这个中阴身 就死掉 然后重新再长一个出来 也是一样 即七日 最长最长的 就是七日 如是辗转 未得生缘 如果这样子 七天再起来 还是没有 另外七天再起来 还是没有的话呢 乃至最长呢 就是七七日 住 七七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以后怎么样呢 至辞 四十九天以后呢 决得生缘 一定会得到那个 在我受生下一次的 那个因缘 至于是怎么样子得到 我们后面会解释 好 那再过来 我们说明 七七四十九天 当中 为往生者 做法会功德的话呢 来回向 给这个往生者 有用吗 有用的 这个在 大圣阿彼达摩 集论里面 有这样讲 住中有中 亦能及诸业 所以在中有这个当中的时候 他还能够收集这些善业或是恶业的果报 的因 善业或是恶业的因 为什么呢 因为先窜息利 所引善等失 现行故 这看起来好像很难懂 简单的来讲 在中阴的时候呢 因为 不管是法会啦 或是什么样子因缘啦 他起了善念 在中阴生的时候呢 他起了善念 然后去忏悔以前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他有这样子起善念去忏悔的话呢 他那个业会改变的 所以 在七七四十九天 为往生者做期 他是有用的 好 那 中阴生四十九天 如果坚持不去投胎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呢 刚刚一切诗地论里面 最后一句讲到 自此以后 觉得生源 一定会有在 受生的那个因缘 是怎么样 自动转换到轨道去 所以七七四十九天 如果不 投胎受生的话呢 就到轨道去 所以有一点 类似我们现在的 义务交易 小学中学的 这个国民义务交易 你不去的话呢 强迫你入学 也就是要你到那边去 所以这个要 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好 家里排位后面 如果有祖先是哪一道 是轨道 那轨道 它有分两种 有福德的 跟没有福德的 有福德的 就是刚刚讲的 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还在执着于要看到这个金孙 我舍不得这个金孙 我一定要看到他 所以我不要去投胎 虽然他有那个福德 可以去投胎 那不要去 对不起 就是到这里来 让你看着这个金孙 一辈子 等到他老死 你都还看得到 就是这个有福德了 那没有福德的 就是刚刚的 直接签令的关系 直接到轨道去的 那个就是没有福德的祖先 民间传统习俗上 那祖先的排位是好的 因为这些祖先 你在家里 经常的供养 祭拜祂的话 那祂就可以在这里 得到祂的食物 所以对家里祖先的排位 还是要做适当的供养 以表达感温以及饮水思源 好 施食超度的方法 眼里和对象 刚刚讲到了 要施食 方法是怎么样子 要先供佛 然后供佛了以后 依照佛的威德力 来把这个食物变成很多 变成很多了以后 来施食给大量的众生 施食的过程里面 同时要说法的超度 说法超度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让这个众生知道 应该要皈依三宝 要忏悔业障 赶快脱离苦海 往生到善道 所以这个是施食 祂的内容 对象呢 是鬼道跟中隐身的众生 如果是已经 已经投胎到下一世去的话 祂这个就没有用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